東普納西智鴻池環境教育種子 師資解說受贈 在竹山文化園區執辦 有第四河川局秘書楊通辰 竹山公所秘書鄭乃渝 及各級長官歷臉參與 在東普內西智鴻池這個地方 因為是在民國90年 逃之颱風的時候 有造成一些災害 那我們水利署第四河川局這邊 把它規劃成一個智鴻池 它就主要是要作為防洪的一個功能 這22公頃的智鴻池 經過我們整治之後 它也發揮了一些 包括說除了防洪之外 還有油氣跟生態的一些功能 那我們經過地方人士的一些建議 我們把它委託了台中科技大學 來幫我們做一個 將智鴻池要導入這個環教場所認證的 這樣一個規劃案 那今天規劃案已經完成到一個程度 那我們今天是來辦理第二次的地方說明會 跟我們地方人士 跟我們所有的地方人士說明 現在辦理的一個成果 那也來聽聽地方人士對於這一部分 包括說智鴻池發展 跟整個竹山怎麼樣做整體規劃的一個建議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來辦理地方說明會的主要目的 我們丹波拉克的地方地 我們環境教育 中藝 和我們改正完的經濟老師的部分工作 和今天 總是受情願必 那麼 這六十四點鐘的規劃 每一個規劃 都讓我們感到 跟我們過去所悟的不同 經過這六十四點鐘的五年 讓我們對改稅的技巧 和對生態來用 和我們地方區最主要的這個 它的目的 風災的目的 我們經過更加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希望這個中藝 可以應食的經營 讓我們第三 一個新的中藝 可以讓客人來出場 讓客人可以了解 風災和我們環境交流的這個內容 在這八天的上課當中 老師對我們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讓我學習到很多 然後 然後 不僅認識了環境 還有 學習到很多 有關 就是 我們這個生態 記者許正哲 竹山採訪報導